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各位 今天的一个台股又大出整个的一个空方的意料之外 为什么 怎么又大涨了 各位盘中又涨了一个超过100多点 来到12960 差40点就要来到13000 各位 记得礼拜一 蔡老师盘后接受记者的一个访问 因为我说礼拜一的一个回撤 手稳12563 也就是说最低点12567 赢了4点 各位 赢这4点很巨大 记者朋友他原先还不相信 各位今天你已经看到了再多涨了400点 来到了12960 各位 后市的发展会更精彩 你要跟在蔡老师旁边要跟紧一点 各位 首先忠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各位 我们彰化这个万人检测结果出来 各位这个洛阳性才4位而已 非常好 证明我们就是没有社区感染 各位是不是 所以说台湾人的卫生习惯真的是100分 各位为什么 其实说穿了 怕死也是好事 对不对 我们以前就有戴口罩的习惯 所以我们不会像外国人一样 想说这戴口罩是不是有毛病 没有我们也是怕被人喂到你 对不对 所以持续保持好习惯 各位好不好 当然现阶段台北也在下大雨 听说昨天南部下好雨成灾 希望这农历七月诸事平安 大雨可以下在集水区 大家今年就都不用烦恼没有水 对不对 那股市的事情 有蔡老师在那边帮你涨舵 市场在做什么你知道吗 蔡老师会帮你涨舵 所以你不用怕 你只要了解题材才是一切 其他的通通是落后 选择股票就是四个字 就是产业选股 这样就好了 各位 台湾股市再怎么震动 都是蔡老师送你一个字叫做涨 各位知不知道 来 每天一苹果空头远离我有没有 各位 你知道苹果剩下两个一个交易日 下礼拜见面 这个价格就要出一试 昨天又涨了一个一%多又翻到500块以上 500块美金 有分析师讲说这个苹果目标价 看到600块 我是觉得发这种报告没意义 剩下两天你要让苹果涨100块美金 各位 这一波苹果蔡老师也是从450 跟你看到515目前最高 才涨55块 用掉大概一个礼拜 你希望两天每天涨50美金 不可能对不对 所以下礼拜一见面苹果的股价就要除以4了 各位你知不知道 不过有一个好事 假设600块美金除以4的话 代表下礼拜的一个苹果的股价人家看到150块 看他除以4除以多少也不重要 反正我会帮你追踪 只不过你来看看 你看美国股市涨不停 你说台湾的一个台积电为什么不能跟涨 亚马逊必要之二 震荡之后再创历史新高 各位脸书也一样 大涨了快10% 各位你看 所以全球的一个资金 这么的一个什么 可以讲腐烂好了 各位你在害怕什么 钱还没得放 所以说放来台湾股市多好 因为美元指数目前还要崩盘 联准会说预期 这我读到了一篇外文的报告 说联准会准备五年内都要维持零利率 各位我也觉得笑死了 这正好呼应蔡老师跟各位讲的台股黄金八年半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台湾股市后面真的很棒 你要赶快跟上来 来各位 科技类股 美国的科技类股再创历史新高 包括费城 道琼就蔡老师跟你讲的 两万八千四百点以上到两万八千九百点 这五百点是造成巴菲特的一个什么 一个战友 查理芒格 他没出席今年的伯克夏股东大会 因为他大 巴菲特四岁 他94岁了 这个三月份的四次垄断 我觉得对老人家一定会有影响 所以说这也是查理芒格第一次不出席这个股东会 可能也气炸了 为什么美国航空会停损 但是也算了 反正后面赚回来就好了 各位你看人家巴菲特买苹果不是也赚了四百亿美金吗 做股票就是有赚有赔 但是长线就要赚不停 这不就好了吗 各位 同样的台湾股市来 各位今天台股来到了 涨了127点 来到我跟你讲的12960 距离再创历史新高各位 71点就再创历史新高 你说奇怪不奇怪 你说恐怖不恐怖 为什么 因为上礼拜一堆人看空 大跌 跌了633点 台湾国旗迷迷迷茂 白色 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 为什么要拉夏影线200点 这蔡老师上礼拜四都跟你解了 上礼拜五还跟你解什么 來 你來看 各位 這上禮拜五8月21 我跟你講多空點是12563對不對 結果禮拜五收盤是10607 我跟你講空頭再見了 這一次又會被咬的屁屁刷 一定的 為什麼 因為你老是用技術面在研判這個大盤 你到底有沒有尊重蘋果 各位不是跟你講每天去蘋果 空頭遠離你了嗎 各位 不是跟你講要尊重聯準會嗎 各位 你不相信 來 繼續 蔡老師講的就是法人的看法有沒有 我如果講說會長法人不買 那代表我取高何寡 結果法人有沒有買 禮拜一 一點低盤對不對 回色多少 12567嗎 是不是比12563還高4點 是不是繼續漲 我是不是當時跟你講火種點燃 開西行 開始烤肉 我是不是用岳飛的滿江洪跟你講 莫戳陀 白了少年頭 空碑切 對不對 我說這個叫莫等賢 我把它改掉 為什麼 因為你不要等賢 你要等莊 誰叫你等賢的 各位 莊家才是一切 莊家在想什麼你知道嗎 我知道 你跟上來就對了 所以莫等賢要等莊 知道嗎 8月25 各位 禮拜二持續漲 最高12814 昨天8月26 又過昨天的一個前天的高點 12814的高點 昨天來到12815 所以今天的台灣股市再創進級新高意外嗎 一點都不意外 還有重點是什麼 來 美元是不是要走弱 美元如果走弱的話 就確定了 除了美國股市的一些特定的大成分股會漲之外 就是台灣股市漲不停 這沒有辦法的是因為台灣的百年機遇就讓你我碰見 各位你知不知道 未來還要8年半 各位你知不知道 所以你現在看空的真的被狗咬了 各位不會牽狗又不來找蔡老師 我說你會溜狗嗎 這大型犬 羅威納 比特犬跟藏蕪 你不會溜狗 你要牽著這個狗 各位勉強吧 各位我來教你好不好 大盤就像大型犬一樣 怎麼辦 你要駕馭他你才有錢賺 各位 所以未來的一個台幣 央行如果守不住的話就 升上來 就要來升破29塊 各位所以央行每天也只是好玩的 因為他也沒有想要 把新台幣貶回去 各位這很奧妙 每天都拉給這些 出口商看 你看我有在負盤 我沒有辦法 你們自己在那邊財務都不避險 人家華碩都知錯能改 之前去買歐元 結果財報半年 去年還前年 半年報出來賠了十幾億 人家今年新台幣升值 人家有在做什麼事情 傭事做一遍就好了 各位你看人家還有匯兌利益 你看華碩是不是知錯能改 股價漲不停 多棒 財務漲不行 你可以問蔡老師 不然就把財務漲換掉 連匯率都抓不行了 你還弄那些報表 各位那個太簡單了 各位知道嗎 所以我跟各位說那些看空的事的你是對的 我不用跟你爭 故事這樣發展才精彩 未來台灣股市八年半 好把握 台灣是百年機遇 不是要漲一天漲一個禮拜漲一年而已 台股新高揚眉吐氣 來各位台積電 上禮拜是台灣股市崩盤633點 我說台積電補跌就對了 為什麼 你殺到了不應該跌的股票 你說這個大盤不是超跌 什麼是超跌 華為事件嘛 對不對 台積電關華為事件什麼事 我問你台積電關華為事件什麼事 殺下來 我告訴你這就是訊號 你都不相信 各位來 一直到今天早上台積電ADR 已經漲到了82了 之前的高點84 你說今天的一個台積電 拉到453.5過分嗎 他的高點466.5 再加上蔡老師跟你講的 台積電明後年的營收 EPS法人會往上調 因為他擴產 代表他產能滿債之後 他才要擴產 擴產代表他賺的錢會越來越多 所以他擴產他發行無擔保公司債 各位這樣你敢聽嗎 各位這些東西雖然蔡老師 一眼把他笑 笑之把他解釋過去 但是其實 都很關鍵 所以聽得懂蔡老師講的話的 這一些大人物 其實也都陸陸續續 往蔡老師這邊靠攏 都要成為蔡老師的學員 為什麼 要懂國際性的總體經濟面 各位你知不知道 所以你不要以為蔡老師 每天在帶你溜狗 各位有本事的人才可以偷得福生半日賢 不然的話都是雍雍碌碌 忙碌一整年或者一輩子 各位知不知道 沒有閱讀就沒有靈魂 你有沒有在閱讀 我說陸逢建客方程建不是私人不限私 來 禮拜二我是不是跟你講台積電 還沒完 下禮拜還輝達 還Intel 後面還超微 超微股價昨天是不是再創歷史高點 是不是全部都領先這個大盤領先這個產業 所以你要不要相信政府要不要相信權王要不要相信當家的 各位 相信蔡老師的你看後面 大家都怎樣 結論 就賺大錢 結論 就是笑得何不容嘴 沒有台積電就沒有新台灣 過去如此 現在如此 未來更是如此 感恩台股感恩台積電感恩投資人 蔡老師禮拜一的節目已經播到了美國本土了 各位 聽說現階段美國本土在示威 各位台灣很安全 你看美國在示威說帶獵槍出去帶長槍出去然後趁亂 隨便打人 各位你看人命不值錢 你說美國人人命有值錢嗎各位 隨便你的鄰居都有可能拿槍射你 恐怖吧 回來台灣 各位 蔡老師都歡迎美國股神華倫巴菲特來做多台股了 你還不回來 各位美國有比台灣安全 台灣做了1萬人檢測才4萬個人落陽性 安全的不得了各位全世界最安全的 只不過說最幸福的國度不是台灣那是不擔 各位對不對 台灣要加油對不對 Welcome to Taiwan 對不對 你們說的聯發科各位 等聯發科利空出境 這個大盤13000就漲人 這種股票你不好好地利用利空去買進難道你要去追高嗎 各位我的想法就是法人的想法不相信你去看法人買多少張 來各位 我說華為的事要解套很簡單 華為你自己來上市就好了 你就是因為不喪事人家監督不到 美國一直在成立這個弱點 各位對不對 你華為為什麼不喪事 人家講你是共產黨的 你有什麼講說不是 你把它透明化 所以說我也覺得中國真是能講一大堆華為的好話有什麼用 各位是不是 你來上市 讓人家共同來監督就好了 又做不到 然後又講自己多清高 各位笑掉大啞 不管了 反正我們股票自己賺就好了 靜待天時 東風起 各位 包括玉金光準備好了 瑞玉也準備好了 世新 加加油 反正世新股性也很活躍 蔡老師跟你講的是因為我都研究過 你看看星象 昨天股價為什麼創新高 蔡老師 1月份 391跟你講星象 有沒有 來 2月份 再跟你講星象 480塊 星象到昨天已經要來到1000塊了 所以我跟你講產業選股是不是真的很重要 這是一種信任圈的概念 各位 為什麼昨天再跟你強調群創 因為我知道他要噴出 你看看 這蔡老師學院早就都布局好了 各位 產業選股就是有這種實力 是一種信任圈的選擇 我昨天是不是在跟你強調群創 今天群創 你以為蔡老師硬這樣 導播辛苦一下 不要拿彩色筆出來圖 3481的群創自己看 各位你不要跟我講你顏色分不清楚 那你駕照怎麼來的 各位 來 是不是掌停板 9.18 有沒有 還破了 百萬成交量的紀錄 這種股票誰能夠有 蔡老師的學員每個都有 各位知道嗎 所以你管大盤下跌要幹嘛 老虎根本就不用去關心貓咪貓咪的世界 各位知道嗎 你看看蔡老師講了多少的東西等一下一一的來驗證 所以我這邊才會跟各位說什麼 來 做事就像做人一樣 股票操作也不例外 你不去研究股票 一天到晚見漲縮漲間諜縮跌 我問各位你要賺什麼錢 你的信心根本是假的 各位 奧古斯都講的信心就是你相信那看不見的但結果看得見 我也不知道你來參加蔡老師的學院我會不會能夠幫你創造多少的一個財富 能夠追上郭台銘嗎 能夠追上王詠慶嗎 我不知道啊 但是 我相信我的能力 我能夠幫你賺錢 各位知不知道 所以蔡老師來幫你搞定台股吧 因為我是研究者 我不是表演者 各位 槍在手 跟著蔡老師走 我們把節目時間 先交還給明君 好的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議廣安回來聚請蔡老師幫大家分析 歡迎回到一言新邦再把時間交給蔡老師 好的感謝明君 各位 衷心的祝福你跟你的家人平安 而且健康 各位 健康是一定的 但是平安有時候看你要在哪一個國家 像現在美國 很慘 有的人是趁火打劫 或者是嫁禍他人 你看現階段 這個種族歧視成這樣 包括大家仇警 對警察 美國警察 你怎麼會讓人大七千對不對 而且對方還沒死 這個警察也不能當罰警 罰警在那邊 死刑犯只能打一槍而已 但是話說回來好了 這如果對警察有仇視的 他可以假扮成警察 隨便亂開槍 這社會動盪就 沒辦法結束 所以說在美國 社會的一個投資朋友 你晚上不要出門 你正好看凌晨一點半蔡老師的一人心幫 吸收一下 宇宙的正能量 都啊好 讚 各位 我說台股黃金八年半 全球股民繼續賺 對不對 這個世界消失的是2020年 但是台灣沒有消失 台灣崛起了 我相信你都感覺到了 各位 我說台灣開心局 台股展現業 所以說這種盤勢包括目前的一個 熱錢效應 你都不好好把握 你要劃地自限 那我也沒辦法 各位你知不知道 戰勝恐懼的秘訣 就已經跟你講了三年了 做股票就是要戰勝恐懼的秘訣 要不然你買股票是怎麼會怕怕 我告訴你 還要一步而已 我一貼油而已 各位 就是產業選股 你找那個第三季 營收能夠創新高的 或者下半年 這2H下半年都能夠好的 那不就好了嗎 你那管短期波動幹嘛 各位就像我跟你講的群創 各位 你昨天想說老師 爆量 這個K線又收黑 對對對 如果你能夠研判的正確 或者你技術面能夠幫你賺到錢 你也不用鎖定蔡老師的節目 你目前不用睜大眼睛看 我是研究產業的老師 我不是在關你啊 這一些短期波動的 各位對不對 你來看看群創 我昨天有沒有跟你講的 說群創要來超越友達 友達現在領先群創1塊5 對不對 群創你10個月的業績 有8個月都超越同業 第二季營收本業又都超越同業 然後呢 友達禁止19塊 群創22塊 老婆先看一下 友達今天收多少 2409 各位 6條 友達沒有漲停 群創3481 讓大家看一下 漲停 聽你2% 問阿債我來6% 好不好 也不是說友達漲不好 但是 要反映業績 蔡老師跟你講 產業選股的 奧秘就在這邊 各位你知不知道 所以你來看看 明天群創來 平盤好不好 10塊 其實10塊距離他的禁值 22塊還很遠 所以這老闆要加油 這大股東一定看不下去 這高平台積電都創歷史新高了 群創現在面板又開始在調漲 對不對 哪有理由 反攻復國 學勾建復國好不好 臥心長膽 各位 所以你管大盤下跌要幹嘛 你不要管貓咪 你自己是老虎 不能當老虎的 來蔡老師這裡 你來看看 新產品 景德 這禮拜二講的 昨天拉到349 有沒有 今天365.5 有沒有再創近期新高 來 我問你 你沒有研究你怎麼有這種 收貨 我問你 你夢中就能夠夢到 僅得3152 那蔡老師的專業就是廉價 就不值錢 如果每個人夢中人家都會給你託夢的話 那我只能接 那你怎麼不去選總統 各位 是不是 託夢的不是都說去選總統嗎 各位來 自己看 蔡老師的節目 現階段5點55分 或者下禮拜5點15分 我不知道 反正都鎖定 我們俊香哥主持的 你絕對 收貨滿滿 各位知不知道 蔡老師的節目都放上網路 YouTube Liar的TG網站 自己去看 YouTube全世界各地都收得到 你搜尋屏風 你點擊訂閱 開啟小鈴鐺 所有賺錢的影片 你都能夠驗證 各位 包括同心店也一樣 美國要打6G戰 5G讓給大陸 各位 知不知道 美國已經向中6G 所以我一直認為打華為是假的 5G根本就不要跟台獨唱 所以你看看 這個低軌道衛星會爆發 你看 同心店 今天最高來到137了 各位 營收整個都上來了 這難道是蔡老師做假的嗎 我又不是康友 各位 是不是你來看看 洪志 你來看看 這都禮拜後講的 那你再來看看說 為什麼這個大盤技術面 會反轉 我告訴你 技術面是假的 題材才是重點 不然我問你 智邦 這不是破底嗎 破頸線 我跟你講智邦 我的頭腦打死結 是嗎 是嗎各位 你來看看 智邦蔡老師介紹的時候 破底207 哎唷 怎麼從207拉到248 不是破底嗎 不是技術面走落嗎 哪有什麼題材 連殺四天 蔡老師說會去 我的專業我永遠有信心 各位你知不知道 法人會跟著買 這樣會去了吧 各位 所以太多的東西 股市發財只有產業選股 蔡老師就是有本事跟你看到不一樣 我就是有信任圈的股票 包括華晴 包括什麼 這時間不夠 包括技嘉 對不對 以及什麼 包括栗珊也一樣 這一些都跟你介紹過 雅德克 對不對 還有什麼 上銀 還有什麼 大疆 這個 每日自動篩選 Covide 19 從960個變到2000個以上 大疆要加油 各位 國劇也一樣 電容價格也在漲 所以想賺錢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相信品封你就可以變得很簡單 散戶的問題 蔡老師來幫你作答 各位 超前布局 領先法人 所以說什麼樣的電話號碼 是散戶你必須的 各位 槍在手 跟著蔡老師走 準沒錯 我們把節目時間交還給明君 好 非常感謝兩位來賓的分析 提醒觀眾朋友了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請供參考 投資人應該要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且要自付投資風險 盡力操作順利 我們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